7月24日,商洛市商周区人民检察院,召开了作风教育整顿大会,持续人民纪律,紧抓作风问题,依作风教育活动被气息,推动警钟长鸣, 用赤诚之心服务好各项检察工作,全体检察干警参加了此次会议,会议结束后,检察长雷士俊,带领全院干警们,参观了该院新建办公大楼的教育警示基地,加强了对心灵、思想的再次洗礼,前世不忘,后世之师,用以时刻警示自己,杨梦柳里根记者李玉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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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